自容无来到赏书友 感谢替ZSAO和G20发无私信 你拿私信理想干啥呢 他们就是好奇 有些人是想看一下我住的33块房间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人是不相信我住的是那么差的房间 他说有你房间从来不拍的 你住的肯定是好房间 对吧 包括昨天我那个视频 什么短裤拿到外面去晒 他说你那个房间没有吹风机吗 你空调不能用 你吹风机没有吗 正好我今天打算退房了 要走了 再过个一刻钟 20分钟出门了 我想临走之前 就给你们有好奇心的人 就看一下我的房间 给你们拍一下 现在我站在门口 先拍一下一个全景 就是33块的单人间 这里是我床 这空调 空调反正油也是没有 老板娘电源切掉了 我窗户还是有的 窗户有的 就是西北方向 没有太阳的 还有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堵墙 都是脚印涂鸦 当然了这里没有我的脚印 总的来说数字总共我还是有的 都是之前前辈留下来的 这床 因为不能开空调 晚上第一晚睡觉一点冷 后来第二天我问老板娘 又去要了一条被子 这里是两条被子 两条被子 老板娘还叽叽歪歪叽 没被子 后来好不容易翻出来一条 这个就是我的包 再给你们看一下豪华卫生间 这个就是豪华卫生间 它装修风格属于是复古风 我觉得 已经引领了一种潮流了 以后都要是这种潮流 以后你们家卫生间装修 就是要是这种潮流装修 特别是这个 绝对复古风浪 看到吧 就是晚上在这里洗澡的时候 这里冲着热水 冲着热水 这里一直有凉风吹进来的 因为这里就是外面了 拍得到外面 拍不到太暗了 这里就外面了 其实 还有这两条毛巾 是铝电的 也没用过 我是嫌脏的 还脚喷 脚喷也没用 你看到 里面有黑水 这个牙刷和牙膏 是我自己带的 小铝电的牙刷牙膏 没有用 这个是铝电的牙膏牙刷 拆都没拆 两只 等会儿这个我就带走了 这个没关系的 这几包东西我带走 可以用的 这我自己带的毛巾 自己带毛巾 还有这个 这个纸巾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 我不是买了一杯茶园夜色吗 后来我拿了一刀纸巾 拿了那么多 我想着今天正好在路上 正好要用的 不然的话还要花钱买了 电源没注意 这有个小包 背了个小包 还有就是一个小的旅行箱 就这么点东西 准备走了 要告别了 没有等来一个女主人 这房间 可能就适合单身男士 没有一个女主人进来 时间差不多了 准备走了 箱子东西都放好了 既然房间都拍了 等我下楼 这把可以给你们拍一下这个小旅店 对方呢 拜拜咯 看到吧 风条都有的 这隔壁房间啊 风条都有 要走快点 那这里就是 就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是那个床单被套 洗干净床单被套 就在这没亮一下 这个是枕头毛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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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前台在三楼啊 下面这里是前台啊 这里是那个老板 就旅店老板的厨房间 还有卫生间在里面 他们就是 蜘蛛都在这里的 老板 406退房了 那 再见啊 好 地铁啊 买张地铁票 地铁过去 两号线 他这里有 离我很近的是长沙火车站 我在这个站头 长沙火车站 但是我不是这里撑啊 我是长沙南站 长沙南4块 到长沙的高铁站了 现在在这里后车了 排队后车 说实话 有点心累 有点迷茫 本来来的时候想的好好的 想一个人来 两个人走的 现在变成一个人来 一个人走 去哪里呢 真的是出来找老婆的 老爸给了我三个月时间嘛 资金上面的赞助 就是每个月的一份 给我加薪的钱 2400块 时间上就是给我为期三个月时间啊 找不到老婆的话 估计肯定要去上班了 到哪里去呢 你们说到哪里去啊 马上就要到了 12点26分开 G71 老婆到底在哪里啊 那些阿姨妈妈 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女生啊 不要那种四十几岁 离异的 带两娃的 质量好一点的私心我啊 我就不要再乱跑了 资金上面也可以节约点啊 身体累 心也累啊